番茄讲故事 只讲好故事 母亲去世一个月了 我感觉身体刚刚缓过来 就接到老家邻居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 邻居说 我刚才看到你父亲背这个包 偷偷离开了 特意选择晚上走 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呀 你赶紧回来看看 家里少了什么吧 邻居的话 让我心里一惊 并不是我怕父亲拿走了家里的什么东西 而是我觉得很奇怪 好端端的 父亲为什么要离开呢 于是我赶紧给弟弟打电话 连夜从县里往村里赶 邻居口中的父亲 其实是我的继父 同时也是我爸的战友 22年前 我爸得了肺癌 虽然家里亲其所有 甚至借了很多外债 也没能留住爸爸的生命 临终前 爸爸很是放心不下我们娘三个 因为那个时候 我还不满18岁 弟弟才9岁 而母亲也只有43岁 爸爸抓着老战友的手说 我的日子不多了 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他们娘三个 如果不介意的话 你就在我们家住下 等我走了 你就是他们的爹 老战友拼命地摇头 让爸爸不要胡思乱想 鼓励他积极配合治疗 争取早日康复 爸爸摇摇头 双手紧紧握着老战友 让他一定答应 照顾我们娘三个的请求 最终 老战友含泪 答应了爸爸的请求 爸爸面带微笑地 闭上了眼睛 爸爸走后 那个老战友 就成了我们的继父 起初他不想做我们的继父 只是想默默帮助母亲 抚养我和弟弟 但村里人总说闲话 爷爷面子上挂不住 就让母亲和继父 登记结婚了 虽然继父跟我爸爸年龄 差不多 但这是他第一次结婚 继父之所以这么多年没结婚 是因为他早些年 当兵的时候受过伤 失去了生育能力 同时他的父母瘫痪多年 都是他在家伺候 直到他们去世 所以他也没钱盖房子 娶媳妇 继父没钱也没房 他说自己就是个上门女婿 入追到我们家了 从此吃香的喝辣的 走上人身巅峰了 当然这只是继父的一句玩笑话 只有我们知道 继父到我们家吃了多少苦 当初给我爸看病 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还欠下了许多债务 我还在上大学 也帮不了家里什么忙 都是继父不辞辛苦跟母亲包地 扣大鹏 打工挣钱还上的 要知道如果继父一个人的话 是不用吃这么多苦的 毕竟有句话说的好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继父的到来 让我们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跟我上了大学 帮家里还清了债务 但他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努力挣钱 因为他说我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 我结婚 父母给了三万假装 我不要让父母留着养老 继父不高兴 说我不收就是嫌弃少 我只能顺从继父收下他的一片心意 轮到弟弟结婚时 母亲劝继父差不多就行 因为他们岁数都大了 得留着钱养老 继父则说养老是以后的事情 儿子的婚礼不办得漂亮 就是丢我的人 我当了这么多年上门女婿 儿子的婚礼就是我的高光时刻 事实上 弟弟的婚礼办得很成功 不论是彩礼 婚房还是婚礼 弟媳妇一家都很满意 外人也对继父竖起了大拇指 夸他这个父亲做得到位 即使是亲生父亲也不过如此 那一刻继父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 本以为弟弟结婚之后 母亲和继父就可以过上轻松的日子了 结果母亲患上了糖尿病 高血压 这两样病其实还好 注意饮食 按时吃药还能控制住 可母亲又得了脑血栓 瘫痪在床 彻底需要人照顾了 我和弟弟都住在县城 照顾母亲的重大 就落在继父一个人的身上 休息的时候 我就抽空回去帮继父一起照顾母亲 但继父都不让我插手 让我陪母亲说说话就好 每一次从家回来 继父都要给我带上家里种的绿色蔬菜 还让我放心 他一定会好好照顾母亲 不会让他受罪 继父就这样精心照料着母亲 一晃就是五年 母亲快不行时 已经说不出话来 但迟迟不肯闭眼 流着泪看着我和弟弟 又看看继父 我瞬间明白了母亲的意思 拉着弟弟跪下 跟母亲发誓 让他放心 我和弟弟一定会善待继父 给他养老送终 母亲才恋恋不舍地闭上了眼睛 在场的婶子都说母亲好福气 躺在炕上五年 身上干干净净的 一个褥窗都没有 那一刻我和弟弟气不成声 一个年过半百的继父 伺候瘫痪的母亲五年 还能做到这个样子 真不容易 我心里暗自发誓 这辈子一定不能辜负了继父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 我和弟弟都邀请继父 到县里跟我们住 但他都拒绝了 说自己一辈子生活在农村 适应不了城里的生活 还让我们不要惦记他 他会好好生活的 所以我完全想不出 继父为什么要偷偷离开 我想了很多理由 貌似都不成立 我只能给族游门 尽快找到继父 经过我和弟弟的一路打听 才知道继父是去了 隔壁镇上的一家养老院 于是我和弟弟赶紧跟了过去 看到继父时 他已经在自己的床位上 整理行李了 看到我们他很惊讶 弟弟生气地说 你这老头 怎么躲到这来了 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 继父看到我们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用颤抖的声音说 家里的东西我一件都没拿 我只带了我的衣 符合被子 你们平时给我的钱 我都塞到米袋子 里面了 唯一值钱的东西 就是这块手表 这是 当年你母亲送给我的结婚礼物 我想留个纪念 继父一边说 一边打开自己的行李袋 给我们看 意思告诉我们 里面没有值钱的东西 我一把夺过他的行李袋 红着眼眶说道 爸 您这是做什么 只有无儿无女的老人才 来这里 您有女的来这里做什么 是我们 哪里做得不好 让您伤心了吗 继父也红了眼眶 但微笑着说 嗨 谢谢你还能叫我一声吧 你们都结婚了 你妈也走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从此又是孤家寡人一个 在这敬老院一待 挺好的 把我忘了吧 弟弟一听继父这话 也急眼了 哭着说 爸 您说什么呢 什么叫任务完成了 您来家里这么多年 对我们姐弟俩 做了所有父亲该做的一切 对于母亲 您比我亲生父亲做的都好 如果不是您的精心照顾 他不可能瘫痪之后 还能干干净净 体体面面的生活五年 在我们的心里 您就是我们的亲生父亲 走 跟我们回家 说着 弟弟就去搀扶继父 我也忙着收拾行李 继父一边走一边抹眼泪 我们没让继父回农村的老房子 直接带到了县城 让他愿意住谁家就住谁家 继父选择先到我家住几天 然后再去弟弟家 还说这样不偏不像 邻居得知母亲已经去世 我们把继父接回来照顾 有的对我们表示敬佩 有的则是不理解 既然继父都选择去养老院了 我们干嘛还要上杆子把他接到身边 我的回答是 虽然是继父 但他做到了亲生父亲该做的一切 并且有他对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们姐弟俩才能安心的在城里上班 过着安逸的日子 继父的养育之恩胜过一切 人活着不能忘本 做事要凭良心 不能在意别人怎么说 接下来 我将为您讲序第二个故事 我和二婚老公租房过了八年 但恩爱有价 直到我发现 他陆续给那个女人转了一百八十万 我叫刘丽华今年四十六岁 我和前夫陈明 曾经也有过一段幸福的婚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 他经常工作繁忙而忽略我 我们之间的沟通也越来越少 每当我想和他聊聊天的时候 他总是厌烦地说 他工作一天很累了 不想听到的 这让我觉得很孤独 也因为没有孩子 最终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 我独自生活 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对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我遇到了李建国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 体贴的男人 有一次 我把工作上的烦恼向他倾诉 他给了我很多建议和鼓励 我们一起逛街 我走得累了 他就会给我买饮料 或者带我品甜品坐下休息 我生日快到了 他提前为我准备了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 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 亲手为我制作了一个小册子 里面记录了 我们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和美好回忆 当我收到这份礼物时 真的非常感动和幸福 他承诺会永远爱我 关心我 支持我 会与我一起度过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不久之后 我们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虽然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但是李建国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照顾我 他会亲自下厨为我做饭 也会在周末和我去公园 我们的工资都不高 但是他一直都很节俭 他把工资的大头 都用来租了一套小房子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足够我们居住 我知道李建国把房子给了前妻 在这个小家里 我们一直过着精打细算的生活 我会自己做手工布置我们的小家 我会在超市 李挑选打折的日用品 我会在晚上关门前去采 市场买店主促销的蔬菜水果 虽然生活并不富裕 但是两人三餐四季 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天 我无意间发现李建国的手机上 有一条条转账记录 我惊讶地发现 他一直在给他和前妻所生的女儿打钱 六年了密密码码的转账记录 最近五一的一笔钱 竟然高达一百万 他说祝福女儿 希望女儿婚姻幸福 还说 反正丽华不会离开我 我被深深地刺痛了 原来他一直都在骗我 我一直以为他没有钱 其实是他名修占道 暗度陈仓了 原本也属于我的钱 偷偷地陆陆续续 都到了他女儿兜里 我曾经对他那么信任 愿意陪着他一起吃苦 他却在利用我 把我蒙在鼓里 说到底他是觉得 他女儿才是他的亲人 我只是个外人 我看着自己缝制的沙发店 残桌上不舍的买针 花儿不值的假话 还有自己身上穿了八年 已经洗个颜色变暗的外衣 我崩溃了 我把李建国从熟睡中喊醒 拿着手机大声质问他为什么 一开始李建国闭着嘴 低着头不说话 他试图抱住我 可我使劲挣脱了 还抬手给了他一耳光 他终于打破沉默 向我坦白 他前妻是个大手大脚的人 曾经败光家产 现在 女儿要结婚 他希望给孩子一个风光的陪嫁 让孩子不在婆家受委屈 他知道前妻没法给他们唯一的女儿 在经济上做 后盾 他想弥补这些年 因为两个人吵吵闹闹对 女儿的伤害 还有他也担心自己的钱再次被汇 火掉 所以才瞒着我实情 一次次给女儿汇钱 他一个劲跟我说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 这样了 是我错了 是我不好 你原谅我好不 不 可我已经无法再相信他 我被他骗了这么久 八年了 我都过着很拮据的生活 一个女人能有几个八年 我无法忍受她的谎言和欺骗 给我带来的伤害 我站起身大声地说 我再也受不了 你一直对我隐瞒 把我的钱给 他们花 你让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你以为我 会在一直守着这个加码 李建国的表情 却从恭维变成了质疑 他冷笑着说 你想离开我 你一个快五十岁 再嫁就是三婚的女人 谁会要你 没想到他是这样虚伪龌龊 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流泪 这个婚我离定了